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怎么说呢 就是没有人去做这样的试验 我们也不敢就是说故意去把它饿死 看看饿多久 是吧 毕竟是一条小生命 没人会去做这种试验 但是从经验上面来讲的话 他如果说不吃的话 各把两个礼拜不太有太大问题的啊 就是黄园有水喝的情况下 然后环境不会说是像很干燥很干燥的那种 他就是基本上不一定会饿得死啊 就是 各把两个礼拜 呃 像这个 那边那个糖 就是靠近那个水水池糖的那旁边的那个亚成糖 就是前年就是清糖的时候就发现过一次 是 我们是出眠的时候清了糖 因为把它挪了糖 挪了糖之后 到秋天我们出草的时候才发现那个石头凤梨 可能是石头凤梨 当时清的时候忘记清出来有一个没有死 也从来没有喂过 大半年都没有喂过 他也没有死 只是说变得很瘦 他可能是环境里面有一些草啊 或者说是一些窄一些果子啊 要不就是泥土里面自己刨了一些蚯蚓或者什么样子吃啊 这样子 他没有死 只是说体身体比较虚弱 呃 就是说 从乌龟本身来说的话 就是说这个物种本身来说的话 嗯 多肠会饿死 这不好说 如果说是冬眠的话 他进入冬眠状态的话 像我们这里十月中旬就不胃了 到四月中下旬开始出眠 一直到五月出眠彻底完 这个过程中 他一直都是不吃东西的 饿不死的 但是在呃 夏天或者温度比较高 新生代谢比较快的情况下 他是需要摄取食物的 也就是说呃 如果大家有事情离开了 呃 各把两个把礼拜十来天都不会有太大的意外出现啊 大家不用过多的担心 但是最好是有人能够经常的照顾和打理 特别是湿度 跟人一样嘛 是吧 呃 你不吃饭可以饿一星期 不喝水就只能三天 是吧 啊 也道理是一样的啊 然后呢 嗯 多维护 多打理 没必要的情况下 不要做这种尝试啊 这是最有保险的 具体的时间我们就不去深究了 没有人会去做这种实验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欢迎跟我们点赞关注 有问题的朋友请跟我们私信或者留言